接下来谈谈陆股 放了十一长价之后 怎么着涨势消风了呢 先来看到上证指数 这段是十一长价之前 这段是收价之后往下跌 深圳城址再跌幅更重了 收价回来之后 直接给了四根的黑K棒 虽然股市的涨幅没有再继续 但是听说最近开户的人数 投资人还是前补后继 很多当地的券商 不但十一长价没有修 而且现在营业时间一直到晚上 比银行还要更忙 听说连周末都没有办法休息 有券商的人帮很多的人 开户开到挂点滴等等 无论如何这题外话 我们要关心的是 之前风风火火说 一连串的政策 到底钱进来了没有 曾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这一波的大陆股市 进入牛市轨道了吗 我先就像刚才祝华讲的 这个十一长价钱满满的期待 所以入股市连续拉长虹 那我还是觉得客观的分析 就是说我们针对中国政府 譬如说央行也也好 或者说他们的中央 准备要推出的财政政策 我们去就事论事 到底这样子的事情 如果发生在一个经济体 或者一个股市的话 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因为我觉得不要用那种政治立场 或者意识形态来解读中国大陆 因为如果同样一件事情 譬如说你把中国人民银行 你把他对标联准会 你把中国的官方对标美国政府 其实一样的事情 如果发生在美国身上 或者说不要发生在美国身上 发生在台湾身上 你可能的看法就不是这样 所以我还是客观的跟大家分析 我们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 这个第一个就是中国国庆招待会 习近平与温家宝互动亲密 温家宝是什么时代的人 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名字了 胡锦涛时代的胡温体制 胡锦涛是国家主席 那这个温家宝是当时的总理 那就行政方面都是温家宝在实行 那我们以前在2008年 有听过那个四兆人民币救世 就是温家宝时期推的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呢 因为一年多前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习近平曾经把胡锦涛请出去 那一幕震撼国际 大家都觉得对对对 怎么你可以这样子 感觉好像不尊重 上一代的领导人 可是呢 现在他又把上一代的总理 请在这个是习近平 对这是温家宝坐在他旁边 而且如果你去看他们席间 就是吃饭的时间 交谈甚欢 这个画面出来就不得了 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这些会议 或者安排什么样的人 他都有背后的政治意义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一年多前你把胡锦涛请走 一年之后的今天 你把温家宝请到坐在你隔壁 那到底这代表什么含义 我们回来我的字卡 我刚才不是讲吗 温家宝是2008年11月宣布这个四兆人民币扩大内需政策 我跟各位讲从这一天开始宣布以后 中国大陆呢腾飞 就是铁路公路基础建设就盖 然后呢 因为道路都盖好了嘛 土地就开始一块一块的标给建商 然后房地产就开始起飞 房地产标到所谓的这个大标的这个时代 就是从2008年这个连续十年到2018年 就整个房地产狂飙 你听过狂飙三倍五倍的都是这个时间 所以我要特别讲 就是说为什么要把温家宝请到坐到习近平隔壁 所以大家的解读是说难道你要用2008年的招吗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呢 因为大概记得前两天大家在关注那个发改委的记者会 就那个发改委记者会以后就落差 对吧 开完以后呢一路跌 为什么呢 因为发改委毕竟来讲就是算是中央部会嘛 那他会提就是提什么财政政策 对 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之前九月二十四号推的叫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 就是联准会做的那叫货币政策 可是呢美国政府推的叫财政政策 你两个要双管齐下 你不能只有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放水 那放水水水水要去哪里呢 你要去到有意义的地方 对吧 那这个有意义的地方 就是财政政策要来补 所以前两天大家提提期待那个发改委 就是期望他能够讲出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 最主要是数字 你要有数字出来嘛 结果发改委是没有任何数字 所以大家失望 所以今天我要特别解读这个 就是说难道在未来的某年某月某一天 会推出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财政政策吗 因为如果推出来的话 那中国这一次救世就很完整 又有货币政策 又有财政政策 所以那我们来看就是说回顾一下 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 我们就不要讲那些什么房地产 或者什么什么中国中国内部社会的变化 我们就光讲大盘指数就好了 从推出以后当时大盘指数就以上海A股来讲 二零一八年十月份的最低点是一七四九点 然后呢推出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 隔年的八月份就涨到三千六百就翻倍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大家很期待 就是说如果你在财政政策上 可以类似于二零零八年的这样子的规模的话 那以现在的股市翻倍的简单的容易度 更更更更更容易达成 所以这个是这样看 好那回到我还是要讲 就是说这一次所谓的组合拳 它是有时机意义的 过去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来讲 就是说那个叫憋大招 就是说其实他本来就很想救 可是时间点不允许 那到底什么样的时间点才允许 就是你要等到联准会降息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九月十八号联准会降两码 甚至呢那个点证图都让你看得很清楚 未来一年未来两年利率要降到哪里 对不对 当你联准会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不到一个礼拜 中国人行就大放水了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就是憋到 憋到你联准会降 因为当联准会降息了以后 我们之前讲美元跟人民币之间的关系 如果今天这个他们降息的话 美元就会贬对吧 可是我人民币也放大招啊 那我人民币是不是也要贬 可是因为你贬了 我也贬了 就我的人民币就不会真的贬得太夸张 可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讲 如果你没有降两码 如果美元美国没有降两码 人民币是这样大放水的话 弱了 人民币就可能从七升到七点五 甚至到八了 资金就会外逃了 因为大家很明显看到你这个叫大放水 所以大家要知道 时空环境非常重要 为什么是此时此刻 为什么是九月底 原因就是这样 不是因为什么十月一号国庆日 我说他们的国庆 不是这个 是因为联准会 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 好 那既然经济这么差 本来就一定要救了 所以呢 救了以后呢 很多人就说 譬如说这次行情不是像 我们看一下那个大陆股市的表现 你就可以这样冲上来了 为什么后面又掉下来 第一个掉下来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跟你讲 财政政策还没有补上 可是没有补上代表未来都不会补上吗 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啦 这一次的中国官方很明显 因为我说上次我解读 那个人行的那个放大招 有一点太粗暴 粗暴到什么意思 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们举例 二零零八年底 当时联准会推出的QE1 当时是柏南克 当主席的时候推出的QE1 当时他的怎么做法呢 他是联准会印钞票 然后他去买公债 美国公债跟MBS 就是房地产抵押证券 他是把钱拿去买这个东西 那他把这两个东西收回联准会的仓库以后呢 钱就到市场上 那钱到市场上 当然很多就跑去买美股 所以美股就上来了嘛 那当然房地产也因此得救 对这是联准会的QE1 好那我们对比人民银行是怎样 人民银行呢 他是这样子 他一样印钞票 可是呢他的做法是 他跟你买的东西叫股票 对 他不是买债券 也不是买MBS 他是跟比如说祝华 你是那个金融机构 你手上有一些股票 你就拿来给我 我们来换东西 我给你好的债券 或者好的票据 你可以拿这个东西 因为这是好的抵押品 你可以拿去跟银行借钱 否则银行不会借给你 好那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我收 我是央行我收了你的股票 然后这个股票第一个 你不用拿去乱卖 乱卖才能变现 所以没有卖押 没有卖押 而且我把它收在央行里面 我爱放几年放几年 对不对 我这有一点学谁你知道吗 学日本 日本过去几年 日本央行在干嘛 日本央行除了买他们日本公债以外 他们还买一个东西叫ETF 他们买自己日本的ETF 也让日本股市后来可以大涨 对不对 因为他把筹码都收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人民银行 学两个 第一个学美国放水 第二个标地物 把它改成股票 这个学日本的 那我这样子就很明显 我让股票市场流通在外的筹码就变少了 然后呢你拿到股票以后 你拿到钱以后去买股票 买了股票之后又可以回过头再去直押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救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粗暴 好 这一件事情因为很粗暴 所以他必须要挑好的时间点 就是我刚才讲的 好 那再到下一页 好 那接下来的重点在于财政部怎么发力 刚好礼拜六 就是明天 早上十点财政部要发记者会了 那当然他的讲法 他有给你题目了 他有给你题目了 就是说如何加大什么逆周期调节 如何调节这个东西 然后呢 甚至要推动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他已经有题目了 所以因为有了题目了 就没有想象空间了 你知道吗 就像上次发改委开记者会 本来大家期待满满 后来落空 对不对 再一次礼拜六的财政部的开会就不期待了 所以股市才会跌跌跌 对吧 可是我跟各位讲 你反而看到这样子 你反而要觉得有机会了 市场不期待 反而就会有意外 这个意外呢 就因为毕竟来讲是财政部开的 财政部不就牵扯到财政政策吗 对吧 现在大家期待的是说 要超越2008年 我觉得是比较难 我觉得真的比较难 提的两兆就算不错 两兆什么超长级特别国债 因为他们现在是这样 中央 中央其实债务很轻 如果相比美国 美国现在的债务已经快三十六兆美元了 可是中国的官方 他的债务是轻的 你说没有啊 中国不是债务占GDP比重很高 那是地方 地方政府的债务高 但中央是债务很轻 然后呢 以央行来讲 央行其实他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挥洒 所以呢 其实以中国来讲 没有大家想的 他发债好像就是什么 无毛印钞啦 以后呢 这个什么 人民币会变星巴威化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他有条件可以拿钱出来就对了 他就是有条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 老百姓其实是很有钱 老百姓目前的存款 我就这样讲 三百兆 就是你定期存款 加可能你有一些债券 就类存款 有三百兆 三百兆人民币 我们刚才不是讲说 弄个两兆三兆 对不对 或者呢 之前那个人民银行推什么五千亿 中国居民存款就有三百兆 当然三百兆不可能全部拿出来用 但是我哪一个部分 譬如说我能够引动五百姓 或者十百姓 十百姓就三十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中国是欠投资标的 好 那为什么这一次摆明着是从股市来 因为回到刚才 我们讲这个二零零八年温家宝 温家宝不是让房地产大涨 房地产涨了好多倍对吧 后来也造成很多问题 最近房地产跳水也是这样子的原因 那二零零八年中的阴到后来产生这个恶果 对吧 那你想想看 这一次习近平 他如果要救市的话 还会从房地产下手 其实不会 所以你不要期待什么原物料大涨 我上次有曾经跟我讲过 你不要期待台湾的什么硕化钢铁 纺织 这些原物料 跟因为原物料之所以能够涨 是因为中国现在又大搞基建 大搞房地产才需要那么多原物料 然后中国本身用不完 用不够才要跟台湾买 我们要这样间接好几层关系 才会受惠到台湾的传产股 但是财政政策 不会激励原物料 对这一次不会从房地产下 他的房地产已经盖太多了 他怎么可能说我们这一次发力 我们再来鼓励你们再去多盖房子 再变那么多鬼层 不可能 他那你想想看 我房地产我没有办法激励了 那我就只剩股市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他这一次为什么要针对股市 第一个他也要选美国 我刚才讲选美国印钞票之外 他还要选美国的经济模式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GDP怎么来 百分之七十靠什么 靠消费 对吧 当然中国不可能百分之七十靠消费 可是他现在的消费 占他的GDP的比重不到百分之四十 这个比重也差太多了 所以为什么他一定要讲什么内循环 扩大内需 这是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可是你要扩大内需 你要让民众消费 第一个你要让老百姓有钱 老百姓现在已经被房地产 要缴贷款都没办法 然后整个这个工作也不一定很稳 失业率很高 对不对 我现在都已经自保都很难了 你要怎么样扩大消费 所以为什么又从股市下手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要拉房地产太难了 你看房地产 譬如说他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他的从高峰算下来 这个房价跌三十趴 如果二三线城市大概跌五十趴 你要让房价上来 第一个 那个整个经济要火热到什么样的层固 才会做到这件事情 但是股市不一样 最快 股市在过去的二十年 在中国的经济里面 他算是次他配角 他根本都摆不上眼 你可以看那个长期中国股市的发展 跟那个GDP 根本都不没有关联 所以因为是这样 所以中国股市变成是一个筹码 最安定的一个地方 而且过去在他们还没有放大招之前 外资也不买 国内的韭菜也不买 对吧 都是谁买 都是国家队在买 所以呢 其实基本上 中国股市的筹码都掌握在国家队手中 极其低筹码干净 对而且又好拉 我就钱灌进去就上去了 然后又可以让老百姓产生什么 我口袋麦克麦克 所以为什么我这就讲说 你看他的股价 我们刚才不是看到这样冲上来 又这样掉下来 不要太担心 因为他们没有想要一次到底 一次到底 散户也不会赚到钱 你没有赚到钱 你到底要怎么刺激消费 所以他有可能 可能会产生一个 我们所谓的什么慢牛 这个大牛是不是快快结束 是可能拉长时间 譬如说我觉得历史 我们看上证好了 好 我至少要拉到创历史新高吧 你说你会不会太乐观了 今天三二多 历史新高 对啊翻倍 翻倍就有了嘛 对吧 那你说那有可怜 可是如果不翻倍 那到底我 我要怎么达到我的政治目的 我不是要刺激经济让老百姓有钱增加消费吗 也就是说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我才有办法达到我要的那个目标 可是我要达到这一点 我把利多 我把子弹全部在这两个礼拜全部放完嘛 那后面就没戏了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入港股 你一定要拉长时间来看 当年二零零八年 我说大水漫灌 温家宝时代是房地产泡沫 可是这一次很有可能推升的叫股市泡沫 因为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一直这样讲 现在进去了割韭菜了 干嘛的 你看那个什么样的热搜影片 这个最多人看 就是那些股民这几天赔大钱的那个影片 但是我跟各位讲 这个就是刚开始都是这个样子 等到哪一天 入股又创了近期新高以后 大家就不是这样看 也就是说就算未来是一个泡沫 可是呢在泡沫之前 很有可能有一些溶景 那我再讲一个数字 这个叫巴菲特指标 虽然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东西不合时宜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看美国啊 以这个巴菲特指标来讲 股票市值占GDP是两百四十二趴 就是二点四倍 二点四倍 台湾更高 台湾二点八九趴 也就是说呢 现在我们的我们的GDP 乘以二点八九倍 就就是现在股票市值 这个倍数越高代表的是 代表以巴菲特的角度来看 他觉得风险高 他觉得风险高 被高估的一个假设 对被高估 对对对 那入股呢六十六趴 就是说他的总市值 跟他的GDP还不成比例 他的股市总市值还比GDP小 那我没有说他们两个高估 我只是说他呢 很有可能是最近大家投资 觉得那你要不要跟上一下 譬如说你现在六十六 你变成涨一倍 我刚才不是讲吗 涨一倍过高点才有那个效果 对不对 可是如果入股涨一倍的话 你也不会觉得太高 我懂了 所以他的绝对数字 有没有被高估 这另外一个话题 不管他 但是你看一较高下 他的确比他比 对因为你要知道 就是说一个经济体 比如说大陆来讲 毕竟是G2 世界第二大 对不对 那你总不能落后 全世界的主要国家差太多 嘛 你们如果到这边的话 我总要跟一下吧 所以我觉得他是有这个空间 我只要主要把空间讲给你听 就是说他有没有灰洒的空间 第一个你政府有没有钱 第二个你民众有没有存款 第三个你的股市市值是不是太高 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当然有机会 所以我的我分析了那么多 主要是要各位 客观的去看入股的发展 因为台湾人总是讲到入股逢中必反的人很多 我是觉得就是正常来看待这些经济数据 政治放两旁 只要提高风险就好 第一个什么叫提高风险 不要追高 连续大涨不要追 连续拉回不要悲观 这就都给各位的建议 了解 谢谢孙老师 请先回座了 这是对于未来路股的看法 提供给您做参考 但重要的在这一句风险摆中间 最近很多台湾可以买到的路股ETF 溢价都好大 一两百趴 这代表风险已经很高了 但是还是很多人趋之若鹜 于是00887今天开始 被列入处置关紧闭了 有人形容说 那就好比一个逃生门 现在把它锁紧了 没有办法进当冲 没有办法正宠 有非常好的流动性 那怎么办呢 有专家说 是不是玩不过主力 我们乖乖的做长期的投资 可以吗 休息一下 专家告诉您 路股长线持续的看好吗 那路股的ETF应该怎么操作 我们来带您看到 最近最热门 讨论度最高的00887 今天贵买中心正式的宣告 今天进入处置了 五分钟缩合一次 而且不能够当冲 好 高档拉回来 为什么今天列入处置 市场太疯狂了 之前有人传出 当冲他赚了两百四十三万 也有在最近传出 因为他违约交割 一千四百多万 也因此太疯狂了 贵买中心说冷静一下 但即便最近拉回 我们为您统整出 这些台股热门的ETF 路股的ETF 截至今天收盘 00887的溢价幅度 还有百分之一百六十五 再重申一次 以前我们提醒 投资人在买ETF的时候 溢价超过三到五% 不要再追了 太贵了 目前00887的溢价幅度 百分之一百六十五 其他您手中有没有提供 给您参考一下 到今天的溢价幅度 但是我们今天要问 热道被列为储置股 到底路股ETF 还能不能操作 还是说冷静下来 长波段还是好的操作商品 您好 我们请您上台来 怎么看到热道被关紧闭 有人说这桃生门关起来 怎么办呢 好 我要这样讲 我们先延续 刚刚陈龙老师故事 先讲一下简单 这段时间 全球在封 中概股到底在封什么 重点还是回归基本面 我个人也觉得说 确实简单而言就是 因为中国的房市来讲 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不得已 他们必须要去做 这个出手的动作 那你可以看到 这是中国房市的价格 简单来讲 这几年腰斩在腰斩 那所以呢 应该这样讲 我常跟投资人 可能没办法理解 我说 这个当年 美国金融风暴 也是这样的概念 但是老实讲 中国中央比当年的美国 要严重的非常多 因为有概念 你房价当你跌掉三成 只剩七成 会有个现象 因为表示你之前贷款八成 表示你现在把房子卖掉 其实连那个所谓的 债务没办法清产 所以很多人就干脆摆烂 我就不还了 那你要拍卖 你就去拍卖 因为拍卖完之后 其实你还是会欠银行钱 所以会滚血球效应 所以理论上呢 房价只要跌破三成 那个很重要的关卡 整个经济面会崩盘 所以当年美国就是出这样状况 现在中国不是跌掉三成 他们直接腰斬啊 其实照理讲 整个经济体早就崩了 可是因为他们锁国政策 所以好像感染不到全球 所以理论上感受不到 但是理论上真的 中国就是他们最早 最重要的还是要救房市 所以重点是打出十六年来 最强的组合拳 那还有个问题 刚刚房价跌 重点是房屋的库存 目前还在高位 所以简单来讲 先我们先讲 他这个说会引发两兆人民币的资金回归市场 但是老实说 就法人的角度 这个资金打了一个很大问号 觉得说搞不好一半 甚至有人说搞不好三成都有问题 大家其实对于他中长线 还是有很大疑虑 但是有个好处 一讲出来之后呢 内外资马上冲进场 先看他们自己的那一支 就是中国的融资 对马上冲进来 另外呢 当时可以看到人民币的转强 代表外资所以内外资同步进场 虽然是我个人觉得 大家有些人当然很看好这一块 我先结论就是告诉大家 整个 我觉得这段时间疯狂 九成都是位阶底 这个效应到底有多少 其实不知道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全球股市的这个架构 我抓的时间点 是从二零二年三月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当时疫情开始 对那时候每天美股在熔断 从那时候 我们当作是一个疫情低点 疫情早就过了 大家有没有概念就是 美股日股台股 大家早创历史新高 对吧 我们从那个时候的低点开始 算到今年九月 他们的刺激政策出来之前 大家表现怎样 全球指数涨了一倍 美股都超过一倍以上 费半甚至涨了超过两倍 对不对 那我刚刚讲 日本也早就创历史新高 韩国也创历史新高 台股也创历史新高 看一下入股 可是美涨 而港股还反跌 那我就跟你讲 位阶低啊 这四年以来还没有公布 那个利多政策之前 入股是这样的表现 对所以你看一看 大家都涨一倍两倍 历史新高早就创了 他们不涨反跌 所以简单来讲 我常常不断提到 低位阶就是最大利多 所以投资人常常问说 到底那个效益有多少 我说真的要时间发酵 现在所有涨的九成利道 就是位阶低 真的不用考虑那么多 所以短时间来讲市场确实有比较激情的效果 好那反过头来我们就讲到刚刚提到重点就是这个887 为什么这么激情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ETF的规模 当你规模大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动手脚 当他规模很小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他筹码他平常老实说 在这个激情出来之前 他每天成交量大概只有接近五百张 那而且他规模才七亿 随便如果有个大户 他手上有个几千万 他一当天乱买 他就很快就有办法拉上去 那只要一有人拉高 就会导致很多人要去跟着去做最高的动作 那我们就对比 这个是所谓的人行政策出来之后 我们抓一档最大型的指标股跟他对比 你可以看到他涨幅最多的时候来到三倍 结果人家大型的其实只有三成 所以这个就知道说 这个你知道大型跟小型的落差 其实最后一个关键点 大家都是对应中国指数 所以照理讲不应该有太大的落差 所以要嘛就这个错要嘛这个错 但是你可以看到入股确实就只有这个涨幅 所以这个是对的 这个表示这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后续来讲 他必须一定要做修正的动作 那如果说折溢价的部分来讲就很明显 他最大的时间溢价已经超过两倍以上 那当然说刚刚提到 目前的溢价是165 但是我觉得后续来讲 都还是有持续修正的状况 那刚刚提到 这个逃生门关闭不是现在的 我们刚刚提到什么分盘交易 或被警示 不是只有这个 更严重是在这里 很多人为了要当冲 他可能盘中先买了 对发现有赚钱了 不对劲开始要往下冲了 要赶快怎样卖出反向冲销 结果按下去发现不给卖 原因是因为股价波动太大 有很多的券商会订定自己的规则 就是如果涨跌幅高过某个情况下 你的电子单就不能下 你必须要打电话给音乐员叫做强制单下单 你才能够做下单的动作 所以即便他没有被处置 有的券商的规定是不能够在盘中打 对那正常来讲是十个percent 有些人更高 有些人可能是两成 有些是三成 甚至有到五成 当然越大就越不容易发生 老实讲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因为你要涨跌超过十个percent 因为我们正常个股 就不可能高于十个percent 所以照理说 你从来不会发生这个状况 但是ETF没有涨跌幅限制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 就当天他已经跌了五成了 那我要去卖那五成的价格 不能卖 不能卖 因为理论上超过十个percent的跌幅 当时电子单是不能下的 所以有时候买了觉得很开心 没关系出事了 我卖掉赔掉那个价差就算 当你要卖的时候 不能卖了 那开始快速往下冲 他跟你讲要打电话 那打完电话 都已经不知道跌到哪里去了 所以那个违约交科 可能就是搞不清楚其中的游戏规则 重点我觉得很有可能 就是发生当时的状况 前面买得很开心 那他总觉得没关系 我卖掉就解决了 他时间到发现按不下去了 那最后你只好必须交割 那根本就没有准备这么多的钱 不然最后没办法交割 所以会导致有这个一个状况出现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是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现在波动还是比较大 大家自己在哪家券商去下单的 真的要先去了解这个规矩 这个太重要 我们再次做两个 如果你是现在才转进来了 两个东西提醒 就是第一个 他现在已经被处置被关紧闭了 所以没有办法上下其手 没有办法做当冲 到时候就算他被关出来了 券商自己有自己的规定 你要打电话去问清楚 甚至于你长期用电子在下单 你可能早就已经不知道 你券商谁在帮你服务 没错没错 但是最起码你可以了解到 你这因为这个 这个十个百分比 还是二十个百分比 这每一家券商的内控的规矩不一样 照理讲 我刚刚最早提到 这真的不是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一般来讲 因为不会去触碰超过十个百分比 但是真的是一个特例 那另外我要讲到 我稍微对这个887 其实有点概念 看一下他的股价走势 我们先我自己的看法 我还是觉得说 这档个股呢 其实毕竟现在溢价 还有超过一百六十个百分比 那我觉得说 目前的角度 虽然量缩 可是我觉得大家先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部分来讲 他有一天能够涨一倍 如果你今天买在低点 卖在高点 代表你是赚了一倍 可是你要知道 这是零和游戏 当你赚一倍的当天 就是有一个人反向 跟他赔了一倍 所以老实讲 进场大家是在杀来杀去 简单来你到底是对的那一方 还是错的那一方 大家进场 其实都在赌 不是那个人 但是你明天可能就是这个人 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进场其实是在赌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刚刚提到 溢价一百六十五% 长期之后一定得还 时间点的问题 理由上绝对跑不掉 我们再回度过 刚刚看到那个字卡的图形 你可以看到他的溢价 其实就这个八八七 其实他常年溢价 本来都是平的 他理论上溢价 常年也是都不超过两个percent 最近来讲两百多个percent 现在还有一六级 这最后都得还 所以我老实讲 如果目前还是有多单的 我还是建议适合的价位 应该要做出托的动作 OK 好 除了零零八八七 帮我们上了一课 再接下来这是入股的ETF 另外这个入股ETF 大家突然看到台积电 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回过头来 我最早提到法人现在对他 那个两兆资金 到底有很大的疑虑 打了很大问号 可是我个人 我对入股看法是正向 你跟程老师一样 对 我看法是正向 我就要讲这个道理 就是股市从底部回来 尤其是很长期的 真正的底部 很利空的情况下 开始好转 会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从现在开始呢 大家就会放大眼睛 突然很关注中国的事情 对 未来的中国经济数据 怎样怎样怎样 尤其他现在要救股市 救房市 股市容易上 房市要反转非常难 所以老实讲 你之后看到的中国经济数据 一定是不好的 所以要有心理准备 那这个时间点 很多人就会唱衰它 我只是要举一个例子 当年的金融风暴 台积电股价 也是不断的修正到低点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对比 这个基本面的角度 这是台积电当年的营收 我们越对越下去做比例 你会发现 它原本从好开始衰退 股价不断的修正 那慢慢有个问题 你会发现 它还在衰退的情况下 股市股价就已经开始好转 当你看到 它的经济数据好转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涨完了 所以老实讲 在底部的时候 就是资金行情 切记不要太认真 你不要想办法 去找到中国的经济数据 去support它往上走 等你找到的时候 股价已经涨完 所以我个人觉得 刚刚提及了 烂了那么久了 十六年来的组合权 而且我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 很吃面子的国家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常常很多人跟我讲 你真的对他这套组合权 那么有信心 我不是对他这个组合权 有信心 我对他很好面子 有信心 我觉得他问说 如果这套组合权没用 我觉得他一定会 有下一套出来 所以你不用紧张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 这个所谓态度问题 他之前就是不出手 他这次出手 如果又下去了 我就觉得理论上 这个几率是低的 另外告诉大家一个问题 那是不是要开始抢劲了 我又告诉他 也不用那么紧张 这个是上证 上市金融风暴的格局 一样我们抓一个 比较极端例子给大家看 当他见到底部之后 是不是现在就如同这里 是不是很激情 你当时如果遮起来不看 现在就长这样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一定要打很多只脚 所以不用急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未来打数只脚的时候 有一个重点 他的量能一定要越来越大 现在是在冲上去之后 开始在修正 那理论上现在修正 理论上先看到量缩 比较重要的关键点 第二波往上攻的时候 量能是不是比第一波大 对 然后再拉回量缩 第三波又比第二波量大 这代表他的股价 会不断往上走深 我觉得这是后面 比较重要的关键 你只要看到说 他只要一滴稍微比一滴高 而且量能一波比一波高 代表着就是趋势 切记又回重申 不要去看基本面 不要去等经济数据 等到你看到的时候 都已经来到高原区 第二个重点 第一个你看到经济数据好 不用担心 因为本来从底部翻扬 就是先走资金行情 再走基本面行情 第二个 如果要支撑这个资金行情 一直到基本面行情 量要慢慢出来 是 没错 然后标的要怎么锁定 好 OK 谁要告诉他 这ETF 我觉得真是很好的方向 只是我今天要帮大家整理 这个上面是两倍 下面是一倍的 而老实讲 你可以看到规模 理论上一定是两倍比较大 但是台湾人的笃性比较坚强 如果你今天问我 我会建议买一倍的 因为我老实说 因为两倍的 因为他的费用很高 所以相对来讲 他的如果在那边震荡 整理的时间点 你的镜子会不断被吃掉 那我觉得老实说 我觉得我建议 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入股是一个 从现在开始是一个长度 我刚刚最早就提到 不要看碎他 但是也不要太过激情 绝对不会B型翻转 所以不用激情说我赶快爆两倍 我希望快 对我要杠杆了 你有问题杠杆 最后你会很失望 因为等了一段时间整理 你就一直在那边被吃这个时间价值 买一倍的乖乖等 简单来讲就是你玩不过阻力 人家短线 就乖乖买一倍放长线 真的有空间 那刚刚提到人家这四年来 人家都涨一两倍了 他都没涨 随随便便 如果从现在开始 就像阿哥讲 如果能够再涨一倍 我个人觉得是有可能的 好 所以开杠杆 现在如果他慢慢涨上去 不适合内扣费用比较高 所以不如就锁定原型 慢慢的去搭他的车 其他的回升行情 还有一个重点 我刚刚提到 一倍就对了 那方向就对了 没错 重点我们刚刚提到 挑就是挑 有规模 或者有成交量的个股 这个有跟大家提到 ETF常常人家讲说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我所谓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是所谓的方向 我们比如说你要买美股 还买入股 买高殖利率 当很多人往一个方向挤 我觉得那个是风险 你自己选对方向之后 你就应该跟着人多的地方跑 才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了解 太精彩了 谢谢明翰 请先回座了 今天我们花两个篇幅 来带您看看 未来对于路股的趋势 看不看好 崇老师 明翰 看法 英雄所见略同 长期都认为值得期待 但是就是操作上 物态造劲 怎么掌握节奏 怎么挑商品 就给您做建议了 好 回来 精彩了 今天早上 除了观察大盘之外 好多人紧盯着 Tesla的Robotix Day 在今天正式登场了 这自驾车给了大家多少的想象空间 重点是我们录影的同一时间 对Tesla的盘前股价好像没有好的反应 为什么呢 休息一下 我们请红拼告诉你 今天是Tesla的大日子 举办了WeRober的活动 这其中万众瞩目的自驾计程车 名字出来叫做CyberCab 好 今天马斯克亲自把它迎出来了 首先告诉大家 这Robotix呢 是两门双座的 而且没有方向盘 没有油门的踏板 没有刹车的踏板 甚至连充电孔都没有 是自动感应充电的 开出来的之后呢 大家有没有耳目一新 等一下来谈一谈 最重要大家关心价格 目前定价大概3万美金上下左右 所以大概折合台币96万台币 2026年量产 早上在片场举行 给大家很多的期待 但为什么我们今天下午录影时间 也就是Tesla的盘前 跌幅越来越大 一度超过了5% 到底市场对它的评价如何 有没有亮点 红拼我们请你上台来 我先问 为什么我们今天下午录影的时间 早上风风光光的出场 结果盘前股价跌了5% 首先他今天发表的 发表这个Lobotesty之后 他股价虽然是在盘前 有做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修正 可是从他公布这个计划之后 其实我们看这一波 特斯拉的一个涨幅 其实已经是算是 还不错的一个涨幅 那目前其实涨多 自然去做一个修正 但是整体的一个多头格局 还没有去做一个扭转之前 其实我觉得后续有拉回 其实我觉得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这一次的一个整体的 一个特斯拉的 我觉得其中是有几个特色 是大家可以特别去做关注的 首先是在自驾等级的一个部分 目前我们所有的一个 在不管各大车厂的一个 自驾等级 大概都还是维持在L2 跟L3左右 那主要还是以人为主 那其实就是辅助一些 像什么定数 跟车 车道偏移的一些修正 那这一次在特斯拉 这一个他有望推出一个 L4的一个自驾的一个 变成由车去做主导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明显的一个进步 然后再来他还有强大的一个运算机制 因为他这一次的超级的一个 COTES去做一个训练 然后他搭载的是那个 灰达的一个HOPE架构 所以其实AI未来还是会持续性的一个成长 对不对 然后再来他的一个充电技术 也得到了四项无线充电的一个专利 然后包含的是像温度感测器 还有无线充电的等等的一些应用 好那再来因为他原本他还是计程车嘛 所以在自动消毒跟车队管理 其实这些的一个特点都还是有注意到 那所以特斯拉就从过去 他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车厂 然后透过COTES的电脑 跟CyberCAP之后 组成了这个ROBATESI 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个FSD的一个全自动驾驶 未来特斯拉就已经从单纯的一个电动车的供应商 转变成一个自动驾驶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 那他这一项技术到底后续 还有没有什么利基点 可以让他持续性的一个成长 我觉得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面下去 要去做探讨 第一个就是在消费者偏好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们人对于相关的一些自动化跟简易化的科技 其实还是有蛮积极性的一个追求 所以我觉得未来在整体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无人车的市场 还是会持续性的一个成长 然后再来就是像是基础建设 还有城市化等等的一些进程 还有利用再来最后就是在交通安全的技术的一个升级 然后透过AI计算 然后电脑操作 去减少人微的一个疏失 然后人微的一个 人微的一个不安全的一个因素 那我觉得在这些都会使得 全球的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计人车 持续性的一个成长 所以女股神伍德她才预估说 Robotase这一项新的一个产品 会使得特斯拉的股价 在未来会有十倍以上的一个成长 未来是十年之后吗 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其实现在目前主要调研机构 根据他们的一个模型 他们我们可以估算出来 就是从2024年27.7亿美金 一路到未来的十年 还是会持续性的一个正向成长 而且成长的幅度其实有高达60% 所以目前调研机构对于整体的一个 Robotase的一个市场调查 还是蛮正面的一个评价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体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电动车的市场 其实算是蛮正面的一个帮助 那其实电动车在刚出来那几年 其实股价是有做过一波蛮正向的反应 那今年看起来是比较温一点的 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反应 但是这一次在这个Robotase之后 我觉得车用的一些族群 在第四季我觉得反而是 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些标的 首先这个就有点像矽光子 矽光子它也是在2026年 但是我们还是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股价它永远去反应基本面 那如果说是一个长线的题材 那它的一个走势就会变成这样 在资金有驻足的时候 它会涨一波 那它会经过一波的一个回档修正 去让筹码去做沉淀 然后再去做一波的一个上涨 它是一个长线的一个题材 那它的一个量能的话 就会像刚刚讲的一样 它这一波的一个量能会呈现这样子 然后呈现一个量缩的一个休息 然后再下一波会再次这样放量 然后再呈现量缩的休息 所以跟股价的一个联动 股价的话就会像是这样子 去做一个联动 因为这一次是刚刚去做一个发布 所以现在才在刚刚起涨的一个位置 因为其实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车用概念股 其实算是沉寂了蛮久的一段时间了 所以像一些车用的概念股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像是3019的一个亚光 那它主要就是特斯拉的一个镜头的一个供应链 那它主要就是扮演自动驾驶的一个眼睛的一个部分 然后接下来它还有 之前它还有接到相关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 机器人的一个供应链 那不过这一支的股价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K线 因为最近外资 对它的一个卖超其实幅度是比较多的 截至照我统计这个时间为止 大概卖2万多张 然后所以股价最近相对比较弱 那介入它的一个时间点 我反而觉得大家现阶段对它 可以稍微保守一点点 两个方式 第一个我们等到外资 停止大量的一个卖超 然后再来股价可以尽快站回 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再去做介入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状况 那我问现在在车上的 因为它今天换破了颈线 现在在车上的应该怎么因应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通常因为今天中小型股 有些都是开高走低走得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条紫色的是季线 所以我们看它三天之内 能不能赶快站回这个季线 我觉得就是它强弱的一个关键 所以如果三天之内 如果站不回去的话 那整个头部的一个确立的话 短线上的震荡时间 就跟股价走势 就会相对比较弱一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茂连 它就是特斯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电源管理限速的一个主力供应商 然后另外帮我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过 辉达的一个GB200 大概在12月左右要去出货 那它也帽连也有打入这个GB200的一个供应链 那后续营收能不能持续性的一个挹注 那我觉得就是它股价强弱的一个关键 那原本的一个特斯拉再加上GB200 那能不能达到1加1大于2的一个效果 好那再来就我觉得除了 除了相关的一个镜头跟那个连接线之外 我觉得还可以注意的就是在功率放大器的一个部分 好那个功率放大器其中洁明的表现其实算是蛮不错的 它上半年的一个EPS大概是2块4毛7 那以保守稳健原则下去做估算的话 今年去抓它今年就赚5块钱 那以20倍本益比计算 其实它现在整体位阶其实并不是到太高 好那另外它也是全球三大的一个功率半导体的一个封测场 然后另外就是它的合肥厂的驾动率 目前也是持续性的一个上升 目前的驾动率已经来到70%以上 另外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联均持有它51%的股份 那第四季就是集团作帐 跟一些相关企业集体作帐的时间点 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联动 我觉得是给市场一些额外的一个想象 那为什么要去特别注意在功率半导体的部分 我们看下一张字卡 好首先那个半导体大概分两块 一个是微电子元件嘛 那些主要就是要要求的是体积小 然后高功耗那个低耗能 那这些的话主要是会用在3C产品啊 或者是一些自通讯产品 那功率半导体的话 因为它要承受比较高的电压 也要承受比较高的电力 然后再来它还要耐高温 所以它主要是用在电力事业 我们来看一下 整台电动车的一个组成 你看电池就占了40% 然后电机占8% 电控占6% 然后车用电子 然后又占10% 所以整体来说 整台电动车里面有超过6成 都是在电力的一个运作 那不论是在直流电啊 转交流电 或者是交流电转直流电的这个部分 电力 功率半导体的一个使用量 都会持续性的一个上升 那假设说电动车会持续性的一个成长的话 功率半导体的用量就会持续性的一个上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减敏的一个技术线型 所以其实看它最近的一个股价走势 其实也是来到蛮强的一个状态 它在礼拜三收盘的时候 其实有拉了一根比较明显的一个残虹 那今天开高走低去做了一个震荡 但是它的量是持续性的有在做出来 那今天没有收涨停 其实我觉得相对是蛮好的 今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筹码 其实这个主要是自营商买的 那自营商在这一天 因为自营商都做比较短 然后自营商在今天去做一个卖出 后续礼拜一开盘的时候 其实有拉回 我觉得反倒是都可以低接的一个好位置 除了解敏之外 好那我解敏之外 我们来看下一张 另外就是刚刚我们讲过 车用的一个半导体 我还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那个台办 台办的一个部分 台办的话 它的一个高阶的一个MOSFI 它是在今年第四季的时候 去做一个量产 那它后续的一个营收 能不能溢注在今年第四季 那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的 那台办的话 近期的一个上半年的一个EPS 也是来到一块钱左右 然后最近外资跟投信 其实买超的幅度也还不错 那后续我觉得对股价 都是会有一个正面性的一个帮助 以胜的话 它也是宏家军的嘛 那第四季 那也会有集团做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另外它本来 本身本来就是也是 特斯拉的一个 特斯拉的一个客户嘛 然后再来就是 它跟那个刚刚提到的 一个帽连一样 它也有切入GP200的一个供应链 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体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股价位阶 其实并没有到太高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以胜的一个现行 那目前就是沿着月经线 在逐步性的一个缓步电高 那这样的股票 其实它走的比较温吞 那后续有拉回 拉回其实每次都是 沿着月线下去做操作 我觉得整体来说 应该都是会有 不错的表现 在第四季 了解 好 谢谢红冰 请先回座的 这是今天早上千呼万唤的 Robot Taxi 正式的公租于是 那为什么今天下午盘 特斯拉的股价是先跌到 红冰说可能是因为之前先涨过了 那今天晚上以及下礼拜的续航力就很重要了 如果特斯拉因为Robot Taxi 有机会再来一次相关的概念股操作策略 我的风云再起吗 休息一下明天告诉你 等一下先不要走开 全线百分百的观众朋友好 可不可以告诉你 我们有新的理财频道 请锁定Stay Rich小资理财蓝图 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每个礼拜二礼拜四晚上 会有新的引荐上线 投资理财千万不要错过喔 小资族懂得善待自己享受生活 培养品味与兴趣 也要懂得理财 做聪明的消费者 每一笔花费用股票ETF基金 无痛增加被动收入 做有原则的投资人 每一笔投资靠纪律胆势理性 降低风险赢得报酬 开启小铃铛才可以掌握最新资讯喔